哈囉 大家好 我是金鑽的診所 黃燕博王醫師 今天很高興可以跟大家分享 什麼是女王波 是不是很多種材質 相信大家都有聽過 最經典的半坨的絨毛面 然後光滑面 然後再來還有它最新出產的女王波 以及還有其他他牌 那為什麼我會推薦這個女王波呢 第一個 它是100%填充 因為它的填充飽滿度 不會像以前我們的甲體上面 會有一些凹凸啊 會有一些鬆軟 那些鬆軟就會造成 我們所謂的水波紋 甲體這樣放進去之後 如果這邊皺褶太明顯 在表皮上會會形成所謂的水波紋 那再來 那加工團的受力是目前 市面上所有的甲體最低的 小於1% 甚至到0.2% 都有人報導過 所以我推薦這個甲體是 目前最好的甲體 觸感最接近最真實的乳房 那我們這樣抓 這樣抓到不會破 好 我們做女王波這個手術呢 傷口有幾個選擇 第一個 最優先推薦是胸蝦圓的傷口 最安全 然後也是最快速的傷口 那第二個 是腋下 假設你不想要胸蝦的傷口的話 那就是從腋下進去 傷口可以比較隱藏起來 在腋下的折現處 但是缺點是它的恢復期會比較長一些 而且舒服我們要做一些像這種爬槍啊 伸展的方式讓它這個緊繃的空間把它拉成 這個恢復期會長一點點 所以我推薦你第一開始做胸蝦圓 再來是有些人會說 那外面有一些醫生會做乳暈傷口 這也是OK 但是必須要有一些條件 第一個你乳暈要夠大 不然我們的空間不夠沒有辦法做 再來還有一個風險就是做完之後 乳暈可能會比原本更大 因為撐開之後皮膚被拉鬆了 容易可能會變更大 那這個要必須事先告訴客戶這樣子 才會產生後續的一些問題 那最後一個最不推薦的就是從肚臍 以前有些醫生想說 我就是不要拉痕 我就是要從肚臍進去 那肚臍你們也知道很遠 很遠都有可能從這個地方產生一個通道 那這個通道有一個最大的風險 就是家體可能會往下掉 所以我們看過有些家體 從上面掉到肚臍的都有看過 所以現在比較少醫生做這個方式 目前最主要還是胸下跟胰下 然後再來就是放置的層次 層次 乳房它有分幾個層次 第一個是乳腺 就包括脂肪附近 再來就是肌肉 肌肉最後才是肋骨 肋骨進去就是肺條胸腔 那我們在放的時候 我個人通常會放在肌肉下面 也就是說 上面會有一個肌肉覆蓋著這個夾肌 好處是它上胸比較不會有一個斷層 有些醫生會選擇放在筋膜下 或是有些特別的族群 比如說教練 健身教練他必須要一直使用肌肉 他沒辦法有恢復期的時候 他就只能放在筋膜下 那如果你放在肌肉下 就可以產生 讓上面這個胸大肌的包裹 才不會有一個斷層 放在筋膜下 比較會有一個斷層出現 那我個人會比較推薦做放在胸大肌下面 這樣整體的視覺上 從側面看或側面看的 美觀側面都會比筋膜下好很多這樣子 目前世界設備上很多的廠商都會推說 這個夾體不需要按摩什麼的放下去就沒問題 但是其實你自己看它的房單 都還是建議你需要稍微按摩 那你網膜也不例外 還是需要輕輕的按摩一下 把它稍微的夾體的空間推開 讓它有一個自然的晃動的感覺 其實我們在做夾體放進去之後 這個東西是假的外來物 所以身體就會把血球去攻擊 它會形成薄薄的一層夾膜 這叫第一級夾膜 這個第一級夾膜其實手感是不會有影響的 那我們希望在這個夾膜的空間裡面 夾體可以自然的晃動 所以我們要透過按摩把它做 上下左右的推開 產生一個空間 這樣才會比較接近真實的乳房的一個晃動的感覺 這樣子 OK 很多人問我說 什麼人會適合做這個夾體 其實我可以說每個人都適合 像我們東方的女性 她的身型比較瘦響 我們可以透過這個夾體去支撐 可以從原本的A罩杯 直接變成C罩杯或D罩杯這樣子 很適合年輕女性去做這個手術 再來另外一個族群就是 就是產後胸部萎縮下垂的女性 這非常適合 我們身材會讓胸部長大 然後快速的作響 因為退彈的關係 那皮不會鬆弛 鬆弛就會下垂 會形成一個夾心的下垂 那我們必須要靠夾體 把這個上胸缺乏的地方撐起來 做做夾體可以扮演一個重要角色 下面一個支撐的角色 所以對於產後的媽媽 我是非常推薦做這個夾體的 女王波 給女王專屬的波 等一下來說 女王波就是專門給女王做的 假體 OK 再一次喔 再一次喔 對不起 沒關係 我想要怎麼講 辛苦了 再次醬